第二節回來Albert第一節就說最佳電影最佳導演 要我講啦 最佳導演這樣說 其實我都是選曾國祥的 你有什麼要講啊 我講你的歷史故事行不行啊 行行行行 即是他拿最佳導演 最開心是誰啊 是他爸爸啦 當然啦 你真是答中了 其實我自己去頒獎的時候 即宣布的時候 爸爸答不到的成就 兒子答到了爸爸最開心的那個 這個絕對是啦 我和你做了爸爸 如果有一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會很開心的 我自己都會覺得 但是有一件事 當然曾國祥這麼多年 當然是非常的努力啦 是不是 即是這個無一口非啦 但是 我想很多行內的人都知道 這些是他爸爸種下來的福分來的 我想大家都 即可能大家都 很多人我想不知道啦 也許很多人都會知道啦 但是都在這裡分享一下啦 就是當年 曾志偉 帶陳可珊出身的 就拍了《甜蜜蜜》這部戲 即是當年的陳可珊 她根本上就拉攏不了黎明啊 張曼玉啊 就是這麼多 這麼強勁的class 也都拉不到那塊錢回來的 就完全就是靠曾志偉 賞識這一位當年的新導演 因為當年的陳可珊 其實就是吳于心的副導演來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這件事啦 就是就是 就是曾志偉看 賞識她 即是這個白樂 就看中了這個陳可珊 即是陳可珊 然後才有之後很多《甜蜜蜜》啊 然後一系列啊 非常好看的電影啊 那你這麼說就是 陳可珊都給了一個機會 曾志偉拿影帝喔 那時候 就是《傷城故事》這樣 那所以這個就是大家幫大家咯 那跟著陳可珊 《傷城故事》好像不是陳可珊的喔 是 陳可珊導演的 好像是趙梁俊的喔 是不是 第一套導演作品是《傷城故事》 即是Ellen & Eric 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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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生癌症啊 韓劇啊 那跟著呢 就 就是你的故事 接著就去到 近來就變了就幫她搞那套《七月安生》啦 是的 因為她之前都是拍一些獨立的製作啊 或者是聯合導演啊 就是那一類型的戲 那跟著就 陳可珊就跟她拉了一塊錢回來 就拍《七月安生》 那就叫名利雙收啦 是的 直都買了《安尼寶寶》那部小說去改編 不然這樣 因為其實 安尼寶寶都難談的 因為我有些朋友都跟她談過 那些版權都是一個非常難談的 在北京的人來的 那跟她搞定這些事情 就拍《七月安生》出來 那就名利雙收啦 那就有機會拍這部《少年的你》了 那也都是 拿了最佳導演啦 那真是 就是 又是一些 就是爸爸中落的福 又加上她自己後天的努力 在這個演藝界的幕後 就由低做起這樣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的 就是 你想想《七月安生》和《少年的你》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劇種來的 也是兩個不同的手法來的 你很少看到一個導演 兩個不同的手法都處理得這麼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的很厲害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的呢 因為通常一個導演 你抓他的手法 你有條蜜落在那裡 但是你看《七月安生》 你看《少年的你》 其實好像 我覺得好像兩個不同的人拍的 那樣的 你不要這樣啦 你告訴我 你拍《都市》的愛情片 又拍得這麼厲害 其實你拍《都市》的愛情片 就像陳可新那樣拍的 那是你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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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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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大家看回他以前那些什麼 指甲刀人魔啊 那些什麼東西 其實都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不過大家都不想說出來 那只有《知》字就算了 有時候我覺得 是的 你說這件事情 是很確實 簡直是非常的確實 那當然啦 你說他那個師父好東西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的 這個也是 或者他那隊Crew 或者他那個編劇好東西 因為編劇這次都給《少年的你》 這樣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始終都是 《少年的你》 我真的過不了 我真的過不了那一關 就是那一關 就是他從白夜行太過相似這一關 我始終都是覺得 其實我們選最佳導演的時候 我們都 我記得你是田叔叔的 你有沒有記錯 我田叔叔的 我田叔叔的 我都是想選叔叔 但是叔叔的那個 給我感覺就是 他始終都是沒有去到一個 因為其實叔叔的感覺 給我覺得是像《南語》那隻 《南語》 記得關近鵬那一套嗎 我必須要說一件事給你聽 拿最佳導演呢 我覺得應該是給叔叔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一個這麼另類的題材 一個沒有人拍過的題材 導演可以拿去這樣拍出來 而拍出來是令人感動的 是令一些不是同志的人都感動的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導演有一件事 就是他用畫面去感染到觀眾 叔叔是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少年的你》是做不到的 你只會覺得他很有技術 他的技術是厲害 但是他做不到感染那件事 就是用畫面去感染到你的 一個英文字 一個英文字是個心 是啊 是啊 就是他做不到這件事 第一件事我肯定不是同志 我也最怕看《同性戀》的電影 但是我看完我也覺得非常好看 至少他感染到我 首先我不是同志 但是我覺得他們兩個 那段情是非常感動的 超越了所謂的同志片 拍這些題材 是很難拍的 真是一不小心 你就變成了雲牆了 簡單來講 你就變成剝削男同志 真是一不小心 但是他真的拍得很好 我為什麼說他拿最佳電影最佳導演 我也是填他 因為說真的 這些這麼偏門的題材 這麼偏門的電影 你要找投資者 非常的難 你要拍得好 難上加難 你要拍得好 找到投資者 還要拿到獎 難上難上難 那我覺得是很值得去給他一個獎 簡單來講 OK 但是他拿不到 我也明白的 因為其實 很多觀眾 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電視 有些人就說 有技術就可以了 唯有這個預算 拍到畫面這麼漂亮 拍到故事這麼完整 女主角也演得很好 男主角也演得很好 那還不是最佳電影是什麼 如果你這樣說 我是拼不了你的 但是我的觀點就是說 我一定要 就是用你的詞彙 用畫面感染到觀眾 你只可以說 少年是一齣很好看的戲 但是你不會說 是一齣很有感染力的戲 但是我可以說 叔叔是一齣很有感染力的戲 我就是這樣看法 角度都是一樣的 你第一場在深水埗的球場 出貶馬的士 你香港的觀眾看到 你會覺得 那種動肉已經出來了 已經 是啊 還能感覺到 但是你第一場在學校那裡考試 在國內的地方 你那個陌生的距離感太遠了 簡單的說 簡單的說 你想看靚仔靚女 還是想看兩個中年 兩個老中年大叔在那裡搞機 是 就是我問你了 很簡單的 大哥 是正常人都會跟你說 但是其實 這些是一些 就是太大路了 我覺得少年的理的題材 始終都是比較 一些主題的東西 叔叔是真是一些 學得你說真是有心一點的東西 還有 就是他做到感染力那樣東西 我會記得叔叔這部戲的 是 我會記得的 就是 after 很多年之後 我都會記得的 所以我不是 我都會記得少年的理那種神奇的 我都會記得 哈哈哈哈 我都會記得 以後大家都說 已經很神奇 這部戲 我會記得的 真的 我和你另外一個猜不中的一個獎 就是南輩國 我和你其實都是選擇 姜浩文的犯罪現場 也是一句 美子幫幫了很多 是 出來變成張達明物路人 其實很多人都選張達明 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說 其實我沒看過的 但是我覺得張達明是應該拿的 那我也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會再看一次的 是 剛才 你知道了 海珊是APA的 張達明是APA的 他說 你看了 看了什麼 看了什麼 看了麥路人 他還說還沒看 但是我的中國人不拿了 他說他拿了 那我真的要放大 我一定要 留心點看 如果我看麥路人的時候 我一定要留心點看 他說因為 張達明最出名的就是 用肢體語言 用肢體去表達 那個角色 我就是想看他這部拿了最佳南配的 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然後他說 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有 沒有 我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我要翻看才記得 我覺得 劇本上 劇本上需要他 50分的肢體去演出 他做了90分出來 就是多了 因為他說 他最拿手 那個絕招就是 肢體的語言 不是口說出來 不是面部的表情 可以任何戲 都是這樣去 我覺得真的 他的演出 我自己覺得是 是的 我始終 你現在問我 我始終都是覺得 他沒有人拿 因為警探的角色 他做了一千次 做了一萬次 這部真的好 警察這些 炒白飯 你炒得好吃 都給你 是不是 是 就是這麼routine 還有一件事 我自己很介意 配角這件事 其實跟主角的關聯 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其實戲裏面 配角這個角色 你可以說 不一定要多 但是一定要精準 和一定要寫得好 但是我覺得 張大明這個角色 其實你看物路人 其實如果沒有了他都可以 沒有了他 對郭富城 楊超華沒有影響 這個角色 我覺得 是啊 其實是比較古怪的 我覺得是 是啊 我始終都是 所以我會翻看的 麥露人 只是看張大明 呂配角 都是舞台劇出身的 歐家文 做太保老婆那個 是啊 是啊 都是非常一點點 你看這些舞台劇演員 你覺得 他很貼地的 整個角色 你真的好像一個 屋邨師奶 這樣 也不是讀很多書 但是 他自己 已經看得透過老公的行為 其實他真的做得很好的 我覺得 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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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 怎麼說呢 如果舞台劇來講 第一次拍戲來講 他算收斂了很多 因為他拍了那麼多 舞台劇 OK 他其實有些味道是撕不掉的 你不用這麼大聲說話 在一間屋裡 我經常都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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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我講一下技術獎 其實 其實 如果數 數 拿得最多獎 少年的你之後 就是熱問四 熱問四 熱問四都拿了三位 哈哈哈哈 你幹嘛笑 你先說吧 你覺得我不好笑 肯定是拿最佳動作設計的 八爺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最佳音響效果 還有這個最佳剪接 其實我覺得最佳剪接 我今天都在想 你想一下 叔叔就是張叔平有份剪 其實這個是顧問的形式 我覺得是 很厲害的 你看那個時候剪 就是 蝶血沉媒 蝶血沉媒 他那個版本和導演那個版本相差多遠 他那個版本爽多多 我就說張叔平 雖然導演版有艾迪 但是我還是喜歡 叔叔的版本 其實張叔平 其實他的 他的意見 或者他的功力 其實張叔叔 是提升了300% 哈哈哈哈 其實很衰的 其實可能 剛才我們也說 有可能危機地 變成了運場電影 現在不是 叔叔出手 現在變成王家衛 現在是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覺得 他給了張家輝 其實很多時候動作片 是很多時候都有個優勢 剪接這樣 那張家輝也是厲害的 就是很老實的 但是我始終這樣說 四集熱運 其實這套是排第四的 這樣 是啊 這個是任何人口中都是排第四的 無論你怎麼排的都是排第四的 然後最佳攝影就是《少年的你》 其實都沒有什麼懸念 我覺得都 因為其實真的 如果對比上去年港產片來說 你說如果去到 《蘇毒2》那些大層大片 其實那個攝影 始終都是未夠《少年的你》那種 那種活力 活力在那裡 就是去捉捉那種年輕人的世界 那樣東西 是很促衷的 那就是 都是的 都是的 對的 因為我也是《田少元的你》 但是 我也是《田少元的你》 我自己覺得是 真的 港產片去年的技術 是不爭氣的 我自己覺得是 不爭氣的 就是說 你說有自己的Style 你說有些叫做小本製作 有自己的Message 但是始終那個技術 反而有一點點叫做退步了 可能又滑了牙 這件事又滑了牙 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想 現在的大陸投資者也好 或者 投資者也好 港產片 最令投資者著弱的就是 港產片當然是拍動作片 當然是拍警匪片 這件事是港產片的拿手好戲 所以你說技術這些東西 其實 你 怎樣說 如果你《少元的你》那些 可能真的 因為香港的節奏就太快了 你拍一些有Mood的戲 就是王家衛才搞到 其他在香港都沒有多少人可以搞到 就是這一種Mood的了 所以你看到他攝影也好 什麼指導也好 他《少元的你》他全部都用完 就是他整個隊伍 除了那個主腦是香港人之外 其他都是國內的隊伍來的 少元的你還拿到最佳服裝做完設計 其實是不理路拿的 剛剛正正你想說的那件事 就是那個head就是不理路 可能對下面那些隊伍那些 肯定的了 這些肯定的了 這些其實很多年前都是這樣 就是我見到我們那時候 拍照在皇帝的時候 他們第二組開了方世玉 我們都是這樣 那個頭就一定是香港人來的 然後下面那些就是國內的人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做資料搜集也好 你去sourcing也好 就是你下面那班地人 去feed你 是feed些東西給你去選擇的 是啊地區電影沒錯 是啊 沒錯 連續兩年都一個很好的新導 就是女性新導演誕生了 去年就是阿石小娟 現在呢 挺有趣的 講完前年 29加1 是 是 連續三年 新導演彈出 真的 鼓掌 因為我覺得 女導演的歌 那個時代觸覺呢 其實一直都比男導演強一些 可能男導演就可能拍一些 叫做技術性重一些 或者比較融合市場 就是比較大片一些 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說小眾一些的時候 反而去看一下 女導演那個 對那個時代觸覺 女導演呢 就是寫人物啊 你看到這三年這三部戲 29加1啊 金刀啊 就是去年 論樂人啊 就是你見他 描述一個人物出來 比男導演是detail很多 是 就是他們是寫人 他不是寫一個環境 男導演喜歡拍戲呢 就是 喂大Y shot make sure 每個人都很麻煩 很麻煩 長鏡頭 這個那樣奶藥各樣是技術性很多的 就是環境很多 environment很多的 呂導演呢 就慢慢 執拾個 菲律賓工人啊 執拾王秋生這個角色啊 這手手腳的 是怎樣做 是啊 29加1呢 執拾啊 阿娜姐啊 是detail很多的 就是你看到他執拾鄧麗欣都detail的 是 就是金刀都detail的 其實 嗯 就是看你想看什麼 就是我有時候 就是 我就是 呂導演 因為我知道呂導演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我又知道我編劇 轉導演的特性又是什麼 那我就會專程去放大這件事來看 嗯 那我反而擔心這件事 不是擔心藍導演 反而擔心呢 明年有沒有五位新導演提名的 我自己覺得 我敢有的 嘩 已經去到六月了 已經五月中了 這樣 是啊 就是 你就算你戲院開回來 其實都沒有氣上的 大哥 好 順勢就過我們第二個題目 就說今個星期正式叫做重光 戲院這樣 就等了整整一個月 但是其實這個隱憂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touch wood這樣說 可能再close 就是萬一 你不要說close不close這件事了 大陸戲院不說了 大陸戲院還沒開得回來 是 那你香港戲院好 你開得回來 你活那邊 停了些事情 停了些事情 OK Fast and Furious 說你delay一年 很多大片全部delay了 那你香港有什麼氣上 我就讓你戲院開回來 你播什麼 你沒有東西播的 但是 今個星期打頭鎮那幾套 其實就 有兩套 就是 本來是預算在四月尾上的 那就是信賢 那另外幾套呢 就是2019的作品來的 就是上年的 播來的 已經出了 已經出了碟了 已經這樣 就是那個 那個 這樣是砌了七套出來 就是今個星期 就是 你說有些大製作新片的 叫做劍奉 今個星期 不是的 問題就是 就是你去看電影是一個意欲來的 就是是一個意欲來的 那你 你都沒有一些東西吸引你去看 嗯 可能你說 你說 喂 有一些大片 那樣 譬如去年 我們先說去年的這個時間 哇 大哥 復仇者啊 是啊 那你今年 哇 你今年正是沒有戲 你說他拿一些2019年的戲出來 在戲院上回 那樣 那你完全是沒有意欲去看的 就是很老實 很多人可能 可能在網上也找到的資源裡面 你都 哇 你真的完全 那為什麼還會 就是和一件事 其實你現在說戲院是 開花 但是其實 你都知道會有這個風險在那裡 就是我都 我那時候我都講過了 我說 喂 我就怕死了 我就不會去戲院看電影了 但是四月呢 我會駁一次的 駁什麼呢 我駁跌金剛 嗯 但是你現在武器 武器是值得你去駁的 就是很老實這麼說 就算我肯冒險 那你都給個理由 承認我自己去冒險 大哥 那你武器 武器上 那有沒有supply 這樣 有沒有demand 哈哈哈哈 不是啊 是沒有supply 所以才沒有demand 是啊 就是兩個都沒有 就是沒有 老實說 你現在告訴我 喂 星期四上 明天上鐵金剛啊 我現在馬上去買票 大哥 我現在馬上去買票 但是你不是啊 你根本上你沒有東西吸引 不是 就算你放四上鐵金剛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能會上啊 就是如果真的排的話 你自己想一下一件事 你星期四上 你星期五突然又有急轉疫情 星期五要停 那就糟糕了 是的 你那些投資者就是了 我浪費了這麼多錢 我都跟你說過 荷里活拍大片 那些公司拍大片的 ratio是怎麼算的 一年的大片 只有5-7% 哇 然後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拿去戲院搏啊 不會搏啊 不會搏啊 等明年啊 或者等後年啊 是的 我拿一些小型製作 中型製作出來 我都不會拿出大製作出來啦 那你 你現在過年那幾部農曆年何歲 都說正確了 延遲一年 下年大年初一見面 就是國內那幾部 是啊 是啊 那你Fast and Furious 都是啦 喂 下年四月啦 下年四月見啦 都免得跟你煩啊 直接延遲一年 不要搞了 不要煩了 不想冒險 衍生了問題 那個工業的那個行動 怎麼說 所有片都退後的時候 也都不需要再 維持著製作 不是 你其實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全世界停工 那你都沒得出產了 那你播什麼鬼東西 你根本就全部延遲一年咯 那就順勢延遲一年咯 那變了那些人就不用開工一年了 是啊 那你變了 你都沒得拍 那你拍什麼 那如果你還在那邊推電影出去的話 那你現在的人就停了不拍電影了 如果我現在不斷 就下年斷 現在斷了就算了 OK 業界就是這樣想的 真的 我也想過怎麼搞錯 沒有電影上 又乖乖吵 但是我想說不是 現在斷了供應鏈 如果你不將它移到 下年上 而那些電影上 那下年就沒有電影上 一樣的 那條數字一樣這樣計算的 不是 另一個想法就是 你現在 你現在不想 所有電影之後才上 那變了之後的製作 會有一個停頓在那裡 就是了 現在會沒有人拍電影 因為 第一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上 我就是說 你的供應鏈 如果你現在不斷的話 你就下年斷 一樣的 你怎樣也要斷了 其實你一月到現在 五月都沒有公開的了 四個月沒有公開 沒有電影拍 那你下年這個時間 都是會斷的 那你不如現在斷了就算了 因為你將現在的電影 推到下年播 那下年就不會斷了 但是如果你現在播了 那下年就不會斷了 不過其實我都要沽望一件事就是 那些人的 入戲院的信心 是否在那裡 就是會不會 會不會真的 一個非常之長的低潮 不是的 都說給你聽 大陸在 上個月還是前個月 其實是開了兩天的了 嗯 那就拿一些舊片出來 就是 又是2019 拿什麼流浪地球的出來播 免費 給你免費去看 都沒有人進去看 嗯 就好像你明天這樣 就拿一些去年的戲 現在上 嗯 就是去年的賀歲片 大家去戲院上 上了兩天都沒有人看 沒有人看就算了 不收錢都沒有人看 那香港的情況 就是要看一看 就是接下來 這兩個禮拜的票房 就是今個禮拜都好些 今個禮拜叫餓了一個月 那應該都 可能會多些人進去看的 那但是 下個禮拜 就是 就是出來的情況是怎樣 就真的要 我還想未掉 因為那些戲 那些戲馬實在不吸引 是啊 我比較悲觀些 對於 我是悲觀 因為我們剛才 我們吃飯都說 戲馬實在不吸引 嗯 就是 好看的戲我們一定會播的 大佬 你說你播星球大戰第十集 你看我去不去看 大佬 是 但是他不會上 我一定去看 大佬 他這個時候就不會幫 那就是了 老實說 你看看明天的戲馬 其實可以 可以試一試 如果你在院商 你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鐵金光 就真的明天上了 我播了一年 其實可能晨翻雲 都可能有賺 你有沒有覺得 不是的 你這樣 當然不可以這樣想 大佬我開一間戲院出來 我每場 我要燈油火立的 大佬 我要員工的 大佬 你同一部戲 補一年 大佬 他死定了 但其實 他變成了 這個時期的唯一 他會吃光整個市場 問題就是 沒有那麼多人看 大佬 現在是沒有那麼多人看 你想想他現在 又說下個禮拜 又說要 又要上學了 上學又說要上半咒了 哎 我看見他好像 都亂了 那你叫那些學生 要上三個小時 為什麼要上三個小時 為什麼要上三個小時 因為吃飯的時候 就會人多聚集 所以你回上午就算了 對於這個戲院重光 票房是不是重光呢 我們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沒有啊 所以你看到 你香港戲院開回來 但是你大陸的戲院 都不開回來 第一 他們 就是我想 如果再出事怎麼辦呢 真的一發不可以收拾 如果再出事 因為他 他不只是看你戲院的 他對你整個國家的經濟損失 是嚴重重創的 那基本上 所以你看到現在 所有東西都開回來 戲院都不准開的 那我還是贊成的 人命有關 是不是這樣說 最多我遲些 市場好一點的時候 我給你多些補貼 但是我 作為一個國家 我不會去避免這件事 嗯嗯 那 那 那看一下票房怎麼樣 是啊 其實都是在家裡看Netflix 好過 就是很老實說 很多觀眾 看Netflix 都好過 很多觀眾就要求我們 講一下Netflix電影 但是企圖就 保持它的傳統 完全不會碰Netflix的 好啊 那等我來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有人想等你講 那我先打開一會 我們下節就找幾套 Netflix近期的電影 電影講一下 又要打開一會 好 那我要打開一會 就這樣 好 好